我刚刚同学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在这里这个地方 指定值 把这个值丢给前面 或者是说你可以不要写在同一行 你可以之后再写可以 就是说另起一行 不要在这边写 你可以把前面先宣告 那我刚刚写法是 直接就在下面的地方直接就写 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一行 直接把这个 够的值在下面的指定 那另外大家同学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说怎么样去写if的这个 方式 那像我这个地方判断 判断地方是像这样是两 有三行嘛有没有三行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直接就把它放在一行 一行的部分呢 它就没有endif 那我有的时候我自己写程式我会比较喜欢 一行的方式 其实一行就可以解决 就不需要还要再多一个 endif 尤其是那个 逻辑判断里面又有逻辑判断 又有很多if 然后if里面又有if的那种 多层次的那种逻辑判断的时候呢 很容易你自己搞不清楚 那最好其实就是可以一行就可以把它解决 当然一行可以解决 像这个地方就一行可以解决 那其他像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加一个else 就一定要有一个endif 所以这边的话变成说这个地方就有五行 去做一个判断 这地方就有一个判断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要继续再来看 接下来就是三之五之五 这个地方判断那个星期几的部分 就让她看了 入帖 来吧 在这边